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在四年前呢 上天开她一个玩笑 她患上了中风 还有皮肤病白颠封 既然如此 她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她最艰难的时间呢 因为让她重新的生风 最感动的呢 不是你唱得有多动听 也不是你有多少故事 是你八字内心的那把好声音 当你不爱惜生命的时候 或者想放弃的时候 想想给你更想拥有健康的朋友 亲爱的你们 你们绝对可以把她这个音乐 带给更多不幸的人 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伸出你们的手 给她一点点的资源 让我们把这旋律 带给更多需要鼓励的人 人间还需要得到更多的爱 不能少了一个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志忠 大家好 我是伯俊 我们的好朋友呢 俊田呢 他在开始筹备他的病塔上的旋律的第二集了 然后 呃 这边我要大概讲讲你怎么认识俊田 是的 我是在他 从回他的第一张专辑 就是一辈子的朋友的时候认识他的 那个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位很棒的音乐人 嗯 俊田呢 是我的学长 基本上我在中学就认识他了 然后有 而且都是就是从歌曲创作开始的 所以跟他认识很多年很多年了 然后他的理想 他的梦想都一直都是音乐 我也参与过他第一张专辑的一些编曲的工作 其实当他再跟我讲了说专辑的理念过后呢 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也义无反顾的参与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知道他正在筹备他的第二张专辑 就是病塔上的旋律 嗯 嗯 就是希望大家上一个网站 就是 www.mystudy.com 然后在那边你们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 嗯 如果想捐款或者什么都可以在那边 给任何所有你能够给予的支持 这张专辑真的需要你们的支持 那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够顺利的出版 因为这张专辑呢 所卖得的所有的费用呢 我全部都会建筑给做慈善共同 希望大家可以全力的支持 对 均田 加油 均田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南博南博尔 四年前我的前同事 均田老师 在家里突然中风 同时患上了皮肤病 白天风 这段时间他没放弃生活 依然透过音乐创作来记录他的病历 在2014年9月9日 推出了创作专辑《病塔上的旋律》 希望透过歌曲来鼓励那些同事病患的朋友 同时也捐助弱势族群 今年他依然筹备第二张专辑 希望透过记录的方式来筹募专辑制作费用 如果您愿意 请登陆以下网络资料 加入记录行动 积少成多 让我们为弱势族群献出一份爱情 谢谢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来自Uglyman乐团的Michael 那么呢我一位好朋友 也是本地音乐人黄俊田 他在2011年的时候呢 2月28日在家中突然中风了 然后同时也患上怀电风的皮肤病 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生活 那么对音乐的理想跟自作呢 尤其是在音乐上的创作呢 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在2014年的时候呢 他推出了第一张创作专辑 也就是名为《病他上的旋律》 除了是一个自己的心路历程外呢 也是他希望通过这个专辑 鼓励更多同事病患的朋友 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这张专辑呢 是他在他患病的时候完成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里 里面的歌呢 有好几首我都非常喜欢的 而且是非常正面的一些歌 比如问问自己啊 重新出发 还有拥抱世界 都是我蛮喜欢的 这里呢除了歌之外呢 后面也有写他 关于他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如何从刚刚开始生病 直到他正过起来 完成了这张专辑 有很多这些短文 而且可以看看哦 其实这张专辑呢 里面的歌词我都非常喜欢的 比如说这首《问问自己》 他歌词有说到 我不停地问自己 我不断地在寻找那一张冷漠的脸 冷漠 冷漠的脸 冷漠就没有好像很肥 觉得是时候减肥了 那么其实《并插上的旋律》 这张专辑呢 也是一个慈善专辑 意思是说呢 伸出你的爱心 伸出你的手 请登陆 以下的网站 www.mystarters.com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以下的网站 再上来一点 再上来一点 上上上上到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网站 就是www.mystarters.com 在这个网页那里 就点击这个 《并插上的旋律》 《黄俊田》 《创作第二集》的季之行动 为弱势主群 送上关怀 请踊跃 此时君田 还有君田你要加油 也再次谢谢你 为大家带来的正能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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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的 请 regard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